大家好,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四 今日市場又是和和拖拖 不太高升又不太低 升的板塊較昨天多了少少 看看有哪些最高升,最多的5個版塊是甚麼呢? 第一是保險,昨天保險升了比較多 包裹製品,工業製造方法,電訊,家庭和個人護理用品 這兩天,這兩天都升得好,排前十 接著是食物和飲品,似乎沒有什麼好炒 第一,保險,保險是大飯 代表這些對市場有些信心,因為投資在A股市場多 中國財影股市場是最多的 再其次,生物化學等,但都是很細小的股票 再次有電訊,電訊當然是大牛龜 所以買電訊股一般都可以的,可以長期做 還有家庭和個人護理產品,藍月亮,今天會推介 還有食物及飲品方面,濃缽山泉,燕芝屋等等 還有生力碑,黃黃都可以,萬洲國際又OK 我們看看個別板塊方面,騰訊跌之外 營布基金基本上升,海洋石油也會回升 美團就OK 阿里巴巴仍在下跌,建設銀行回升 是否是跌的 好,我們看看其次方面 其次方面又不跌下去 站在這裏,始終一樣 要站上來,保利加通道的中軸才行 不站上來就不行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是178 大約在178至1800之間 希望之間上去 在這裏,中間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 很多人會認為這是一個倒形頂 是的 形態上是一個倒形頂 不過是否所有倒形頂都可以倒倒倒呢 又不是一定的 最主要就是這個要升上來 因為一般來說,這個倒形頂出軟 接著就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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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 希望有些下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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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倒形有省走感 寸線圖 就是解決之 court 一眼σι Meteor Natural 這邊倒了 這就是少 Homore 出軟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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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看到这些连续两棍跌下来的东西,就要很小心 我们现在的确是,在这里连续两棍跌下来 不过希望下跌速度不太大,应该有望明天或下星期 在这里连续两棍跌下来,就稍微跌坏 因为在整体来说,港股目前都是一个所谓的下降轨内移动 这需要留意,不是这样画,而是打斜 这个要留意,当然我也可以在这里画一条线 这个线,来到这里,刚刚顶着,要上升轨 顶着跌穿了,跌穿了,跌穿了,跌穿了就会回到这些位置 跌穿了就会回到这些位置 哇,去到16,000了 对吧?就是这样 好,说完之后呢,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股票 留意呢?就是留着白威亚泰 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